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心我打你啊 啊 女侠饶命 哼 顾萌萌抬起下巴 一副小傲娇的模样 在安浩轩离开以后 顾萌萌重新回到病房里 初学 萌萌 初学 你别害怕呀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都会在你身边的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怀孕 那天晚上过后 其实我是有买药吃的 但是 但是我在吃了药没多久之后就吐了 当时也没有在意 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怀孕那个人的孩子 人渣 初学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还记不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你 你想做什么 把那个人渣找出来 让他赔偿你 不行 你为什么总是要包庇那个人渣 初学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不是那个人渣 你现在根本就不会经历这些 你知道你晕倒在商场里的时候 你有多危险吗 萌萌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是你是知道的 我已经收了那个男人的钱 我已经答应过 会让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的 还有 我根本就不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 当时车里很暗 而我又是在极度恐慌的状态下 被他 我当时逃跑都来不及 哪还有时间去注意他长什么样子 难道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你呀 真是皇帝不及太监机 我都没觉得有什么呢 你倒好 比我还着急 我是担心你 谢谢你 妈妈 可惜 你不领情 安浩萱返回来的时候 病房里只有沈初雪一个人 毛毛呢 放心吧 你的小青梅没有走 他去洗手间了 哦 而此时另一边 顾毛梦正站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 低着头 看着手里在唱歌的手机 他很纠结 私存在三 他还是不敢不接电话 喂 为什么这么久了 才接电话 这里好多人的 我把手机放在包包里 如果不注意的话 根本就听不见在响嘛 你找我干嘛 哼 现在几点了 那个 不要走太远 我现在过来接你 我现在没有在大世界 你在哪儿 出血晕倒了 我们现在在医院 晕倒了 你有没有事 我没事啊 关键是出血 他 在哪个医院 哦 我们在市医院 好 我会尽快赶过来 你过来干什么呀 我在这里没问题的 陆思辰没有回答 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 陆蒙蒙蒙整个人都风中凌乱了 再次回到病房的时候 沈初许和安浩轩正在说话 两个人似乎聊得很开心的样子 蒙蒙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是不是拉肚子了 我没事 我待会儿可能就要走了 你要走了 你要去哪儿 陆思辰要过来了 蒙蒙 你不能走 那个人 那个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我已经去打听过了 当初你们家和陆家要联姻 对方看中的其实是你的姐姐顾雨童 根本就不是你 如果不是顾雨童临阵逃走 你也不会嫁给她 萌萌 你要相信我 我一定会帮你讨个说法的 安好轩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可是你们都误会陆思辰了 他对我很好 并不像那些人说的那么恐怖 萌萌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哎呀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办初院手续了呀 哎 我这个可怜的病人呀 还要自己去办初院手续 你别动 我去帮你办初院手续 你去办 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哎 算了 你们两个就待在这里吧 我去办初院手续 谢谢你 萌萌 有时候我还真是羡慕你 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咋就这么大呢 什么 其实 那个小伙子挺不错的 要不 你就考虑一下 把他纳入后宫 初学 你说什么呢 我和安好轩 我 那个 他就是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 我和他之间什么都没有 我懂得懂得 你现在有陆叔叔了吗 其余的 当然都看不进眼里了 初学 其实安好轩这个人是真的不错 我还从没见过这么细心的男生 他很会照顾人 说真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可能会倒追他 你喜欢安好轩呀 不能说是喜欢 只能算是有好感吧 哇 那好呀 我把安好轩介绍给你吧 算了吧 他是喜欢你的 我就不去自讨苦吃了 再说了 我只是对他有好感 不代表我就是喜欢他 你要明白 这两点是不同的 OK 那个 你别误会了 安好轩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呀 你当我眼瞎呀 他翻白眼 沐萌萌正要说什么 包里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咋了 是陆思辰 我觉得他应该是快到这里了 真是好奇怪 他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没事 你先走吧 可是 你现在不走 难道要让你男人看到安好轩吗 然后两个人再为了你大打出手 你怎么办呀 我这么壮 还能有什么事 再说了 还有你的安琪是在这里 就算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他应该也不会就这么丢下我吧 我看他那个人挺老实的 应该很好骗呀 顾萌萌萌很无语 赶紧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那 那好吧 医院外面 马路边缓缓停靠一辆黑色轿车 顾萌萌早已等候多时 在看见车牌以后 不禁小跑了过去 记得 成为